清明近 遇到该吃青团的时节了 各种咸甜馅料早已见多不怪 不想走进长路了 接着就上一个青团酥吧 先把咸蛋黄用白酒腌一下 在烤箱350华氏度及175摄氏度烤15分钟备用 正宋的青团是艾草上色调味的 但在我村这个纬度 艾草最早要5月才长成 所以今儿只能用菠菜代替 超过水的菠菜 在粉碎机里打成浓稠酱汁 再兑一杯清水 白岸面点有点类似实验室科学 是一个反复测试对比的过程 我今天试试只用菠菜汁 或只用菠菜泥 成品在麦香和口感上会有什么区别 先称100克糯米粉 分其加入几乎同等量的菠菜泥 这一步还不用上手 随意搅拌成粘稠粉底 再来100克糯米粉 加大约70毫升过滤后的菠菜汁 这个粉团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浅 但质地很均匀 目前直观上看 菜汁粉比菜泥粉柔韧也细腻一些 下面是青团皮的灵魂角色 凳粉 用开水把50克凳粉烫熟 凳粉的作用是让松散的糯米粉团粘合 没有它是做不成青团的 先加菜泥粉团 搅拌混合 两个粉团都比较稀 融合后要再加入至少50克糯米粉 直到搅动粉团阻力比较大了 上手将粉团尽量揉光 过程中如果觉得太粘 也可以在盆里摔大几下 还是同样的50克烫熟的凳粉 加入菜汁粉团 手盘上菜汁粉筋心更大一些 加入干糯米粉后有点不成团 少量再加点菜汁 现在两个粉团都和好了 菜泥粉团明显比菜汁粉团颜色深多了 我们还是先做几个传统青团 毕竟这是清明最重要的应节食品 用紫薯馅包进一个烤好的咸蛋黄 团成醋备用 这个紫薯馅是我朋友的婆婆自己做的 老人家做的馅鲜韵清淡正合我意 准备好四个馅球后开始包青团 手上少抹一点油 抓一块和馅料差不多大小的粉团 在手里整形成一个小碗状 填上馅料后一手拖着 另一手虎口处微微使劲 把粉团延展推开 向上包住馅料 直至可以封口 手法和煲汤圆类似 估计大家都会无需赘言 再来包一个菜汁粉团的 感觉上菜汁粉没有菜泥粉那么糟 韧性和粘性都更强 包起来也更容易 蒸香或蒸锅上汽后 大青团放进去蒸20分钟 对比看两种粉团的色差很大 一个20公分直径的小笼屉 正好放大咸蛋黄的大家心青团4个 现在该进入青团酥正题了 先把两个咸蛋黄切细压碎 烤过的蛋黄已经半熟了 小碗里放一大勺蛋黄酱 加小半勺黄芥末拌匀 把蛋黄末放进去 搅拌至粘稠后分成4份 这个调味是倾向法式的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口味放酱料 还是手上放一点紫薯泥 下进一个蛋黄馅后 再盖上些紫薯泥团成团 加制紫薯泥或豆沙都比较松散 咸蛋黄也切碎过的 所以这个馅料做的时候 手要轻一些 耐心一点 最终团成球也不是很难 然后还是手上抹一点油 用粉团包馅球 我们要做的是青团酥 青团在这里华丽转身 整体成为馅料 由于已经是三层了 再加酥皮就是四层 所以我们要让每一层的包裹 都尽量薄而均匀 还是两种粉团皮共进退 烤炭炭的酥皮 放指纹回软后 把皮捏薄捏大 用牙签在青团两端 随便扎两个眼 这一步主要是为避免 烤箱持续高温时 内下受热膨胀爆开 把青团放进一个塌皮 再扣上另一个 然后把两个塌皮的接口 一一捏紧抹平 这是那种黄油酥皮 回软后延展性很好 皮子也比较厚 两个捏开就可以包一个大青团 再用普通蛋塌皮做一个 这个皮子油分少相对干 也比较薄 用了四个塌皮才包起了一个青团 整形是也难一些 把青团酥放进蛋塌脱 表面刷一层蛋黄液 再撒几粒黑白芝麻 入预热至400华氏度 即205摄氏度的烤箱 烤20分钟之外皮起酥 剩下一些粉团 紫薯泥用完了 还有朋友婆婆自制的 减糖豆沙馅 再包几个传统的豆沙青团 当早饭吃 小青团一剔可以放7枚 蒸15分钟即可 出锅趁热刷一层姜油 然后用保鲜膜一个个包起来 保湿保软 样子看起来还不错的说 尝一个 吃着也挺好 想不到我第一次做青团就成功了 这时候青团酥也做好了 但它脱儿相比之下小了点 给成品带来了棱角 看上去有些质朴 先切开一个 它进入时已有不同的触感 从外皮的酥脆 到中层的黏糯 再到内里的柔软 莫测层色还是挺分明的 这一个从里到外 依次是金色蛋黄 棕色豆沙 绿色青团 黄色苏皮 再切一个紫薯蛋黄馅大青团 颜色也很漂亮 两种粉团细腻程度差不多 菜汁的相对更弹牙一些 菜泥的则更为绵软 青团酥则是出乎意料的好 烤锅的青团更为软黏糯 配合了外皮的香酥脆 和加些的甜砂润 真是一个很值得尝试的品种 唯一缺憾的是青团没有艾草的清香 只能是形式而已 等春暖花开 朋友家的艾草长出来时 再补上这颗吧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 我还有更多拍脑闻大厨的好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我是蓝厨多多 咱们下期再见